第八百一十二集 背后,赵新武静止走到了皇宫大门前 看着守门强者,淡淡道 赵某想拜见天鱼真王 天鱼真王可有时间一见 守门的乃是一位八品巅峰的强者 见到赵新武,微微有些头疼 很快道 赵帅,天鱼大人近日要宁愿圣果,不见客 那就拜见王主 王主身体不适,需要休息 也无法接近大人 身体不适,用在别人身上不合适 用在王主身上,则是没问题 赵新武凝眉,扮上才到 那便算了,等天鱼真王和王主有时间 赵某随时有空 说吧,赵新武转身离去 余光中呈现一个背影 心中微微迟疑 是他吗? 是的话胆子也就太大了 居然敢靠近皇宫这么近 这里可是有真王级强者 黎安的麾下 是他杀的吗? 他也是天职军统帅之一 虽然不管事 可这些消息还是知道的 黎安刚刚出了皇宫 难道 赵新武心中在此迟疑 无声无息 斩杀了两位七品进武者 这是本源道强者也能做到的事 不过除了本源道强者 还有人可以做到 一个具有黄金屋的家伙 某人的黄金屋收敛气息之下 瞬间困住七品武者 遮掩气息 可以迅速击杀对方 对方连吼都吼不出来 不能继续偶遇了 赵新武心中想着这事 自顾自地朝自己的府邸走去 他被很多人盯着 不能擅自行事 倒是那家伙 小人物一个 没几人会在意 来自外语 皇城繁华 外语武者四处游荡 反而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如果是他 击杀了黎安的人 等待黎安回府 难道想对黎安下手 可黎安也不少 又达到了八品锦 杀了黎安 可未必能跑掉 是真的外语无者 还是那家伙伪装的 他可以伪装吗 这一点 赵新武不太确定 不过他确定一点 那家伙可以收敛气息 而且有些人 他见过 他可是绝颠之下的顶级强者 见过面 那就有些熟悉感 无论怎么改变 熟悉感不会变的 而且当日被人追杀 游刃有余 关键在于 没几人注意到 他死杀之时 居然还护住了 怀中的天金莲 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哪会特意护住 这些神外物 逃命都来不及 来自南七域的舞者 奎明 邀魁城 魔武对战的第一线城市 从百王宫走的时候 居然还特意打量一下地下宝库大门 是好奇 还是有别的目的 赵新武心中泛起一个个念头 可惜不能一直盯着对方 要不然稍微探查一下 看看黎安府中人消失 他再不在封王府 就能确定了 眼睛泛着贼光 不太像好人 和那小子的眼神很相似啊 赵新武心中再次感慨一声 那小子看到好东西 这眼神很相似的 封王府 大院中 赵新武 方平心中呢喃 赵新武到底是好是坏 老张没说 没说 那自己必须要把对方当坏人对待 自己的身份可能真的暴露了 赵新武之前就要杀自己 会不会对自己出手 现在他还不确定 自己是封王府的人 他也不敢贸然出手 可被赵新武盯上了 也许很快会露出马脚的 得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行 方平心中有些警惕 他可不敢相信赵新武 对方可能会对他出手的 哪怕不出手 揭穿了自己的身份 也是大麻烦 难道奎明这身份要放弃了 也许 是需要放弃了 方平之前还想着保留奎明这身份的 可现在很危险 赵新武也许发现了什么 奎明之前也表现得有些过了 引人侧目 不是好事 冒充别人 不熟悉的人很危险呢 方平心中闪过一个个念头 这次来王庭 就两个目的 第一 搅乱了地窟 第二 赚笔大的 能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那最好不够 可实际上 第一个目的和第二个目的是有冲突的 想不暴露身份 那就不能打劫 个人风格太浓郁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自己头上 唉 个人魅力太大 挡都挡不住 方平毫不怀疑 自己真要去挖了矿 或者抢了别的 都会让一些人产生联想 也许 可以主动干点什么 比如 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 方平心中忽然生起一个极为荒谬的念头 真真假假 让人看不透 摸不清 那才更好 奎明这身份 恐怕真要放弃吗 不 不放弃奎明的身份 而是让奎明消失 方平又想到了一点 也许奎明的身份不该放弃 而是消失在皇城中 精神力探入空间 方平看了一眼奎明的尸体 想到了很多 黎安那边有人消失 不足以证明是玄真下的手 可如果 蜂蜜生这边也有人消失呢 赵新武 方平心中再次嘀咕 还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赵新武一旦真的怀疑到了自己 那必须马上解决 要不然迟早要出麻烦 鬼知道赵新武到底什么人 靠人不如靠姐 再地哭 也唯有自己才能信得过 方平想了很多 接下来才是一如寻常 继续四处游荡 圣果宴越来越近了 还有三天 这三天 没再出现有人消失的情况 各家也都加强了戒备 不过眼看着圣果宴在即 除了黎安府上出了点事 其他地方都没事 众人也都安心了不少 封王府 统领院 封玉看着门外来报信的锦玉怀 有些失笑 起身道 奎明又邀请本统领赴宴 锦玉怀一脸无奈 一脸悲伤 是的 呦 这几日奎明那混蛋疯了 经常宴请封玉 每次都消耗巨大 都是他锦玉怀买单 锦玉怀已经快控制不住了 再有一次自己就爆发了 不是这么坑人的 每次都拿着自己的钱去结交府中大人物 过分了 尽管心中愤怒 锦玉怀还是满脸堆笑道 大人 奎兄和我们都是出来乍到 府中也就大人最为提携我的 还请大人赏脸 锦玉怀笑道 也罢 那就去看看 下次告诉奎明 不要再浪费了 生命时省着点 日后 还有用得着的时候 锦玉怀满脸笑容 急忙点头 心中却是狂猛 又不是奎明那家伙自己的 他申个屁 没再废话 锦玉怀一脸恭敬 在前面带路 奎明那混蛋 这些日子在皇城 别的地方去没去不知道 一些吃喝玩乐的地方 倒是认熟了 一路走着 锦玉笑道 这次在神兵楼 是的 大人 神兵楼饭菜口味不错 锦玉笑着点头 是个好地方 吃顿饭下去 没有两百生命时 打底不够 哪怕是他 在封王府当差 每年新凤 也就数百枚生命时了 有时候 封玉也觉得 在外域当一方统领 未必就比禁区差了 不过王庭机会多 不只是新凤的问题 在外域 想成神将太难了 很快 一座巨大的高楼 呈现在两人面前 锦玉怀连忙笑道 大人 奎兄 在三楼定了神道阁 神道阁 奎明太浪费了 风玉笑得开怀 嘴上却是呵斥了几句 吃顿饭而已 何必这么浪费 锦玉怀再次暗骂 浪费浪费 你就别来呀 知道花钱多你还来 不就是想混饭吃吗 不要脸的家伙 两人说话间 很快三楼到了 三楼 一二楼不同 三楼分为几个大厅 每一个大厅都极大 锦玉怀继续领着风玉 朝神道阁走去 走了几步 风玉在一处大厅门前 停顿了一下 微微醋眉 没有多说 等过了大厅 这才到 全真这些人也在这边 锦玉怀堆笑道 这个属下倒是不清楚 不过天命王亭下榻的地方 距离神边楼不远 嗯 风玉没有多说 很快 两人到了神道阁 风玉没感应到 奎明的气息 转头道 奎明还没到 锦玉怀心中暗骂 这家伙人呢 让自己去邀请风玉 他一般都提前道的 今天怎么没人影了 尽管心中不满 锦玉怀还是急忙道 大人进去稍作休息 属下下去看看 奎明很少会误实 可能今日被什么事耽误了 无碍 风玉也不在意 笑道 奎明的性格我还是知道的 恐怕是被事情耽误了 那你下去看看 啊 大人稍候 锦玉怀堆笑说了一句 接着看向神道阁门口 后者的侍女 呵斥道 还不快去准备一番 大人到了 准备上菜 那 门口 两位侍女娇嘀嘀嘀地 应了一声 急忙过去安排了 锦玉怀 锦玉怀领着风玉进了大厅 亲自端茶倒水 侍奉了一阵 这才连连致歉 出了大厅 准备去找奎明 这家伙搞什么鬼 说好了这次和风玉谈谈 入生命矿区修炼的事 害老子激动了一下 现在人居然不见了 浑荡玩意儿 再被他这么弄 老子快破产了 锦玉怀心中骂骂咧咧的 最后一次了 下次奎明再要他付钱 他就说没钱了 难道那家伙还真要杀了自己不成 等到了楼下 锦玉怀左顾右盼 徐徐没看到人 心中更是恼火 风玉还在等着呢 对方可是风灭生的嫡系 还是统领强者 再这么下去 风玉不满 那就麻烦了 等待了片刻 距离此地不到千米的地方 忽然响起一阵轰鸣声 锦玉怀微微一愣 这时候神边楼中 不少强者也纷纷打开窗户 或是干脆下了楼 风玉直接下楼 皱眉道 怎么回事 锦玉怀 奎明还没到吗 大人 奎明还没到 锦玉怀正说着 风玉微微皱眉道 前面怎么回事 此刻 有大量的天职军 朝前方赶去 风玉见状开口道 走 去看看 皇城向来安定 这些事时常出事 说着 风玉忽然躬身道 见过几位殿下 此刻 楼上的玄珍和姬瑶 几人走了下来 看到风玉 再看看她身上的 风王族徽 玄珍冷哼一声 姬瑶也是直接无视了对方 几人都朝远处看去 姬瑶缓缓道 好像有人死了 玄珍点头道 是有人死了 说吧 姬朝道 天职城号称神鹿第一城 真王都不可预约 可来着几日 频频出事 玄珍身边几位青年男女 都是笑了一声 有些讥讽的意思 天职城经常出事 他们可是看在眼里的 这时候 风玉忽然凝眉 沉凶道 走 说吧 带着还有些茫然的锦鱼怀 朝前方走去 见她行色匆匆 玄珍忽然笑道 走 一起去看看 难道是 风王府的人出事了 哼 他们对风王府的人不熟悉 不过看风玉的样子 好像和风王府有点关系 当然 锦鱼怀此刻也是一脸紧张 风玉深吸一口气道 好像是 好像是奎明 该死的 希望不是他 奎明 锦鱼怀都惊呆了 奎明出事了 没给他多想的机会 很快 地方到了 这是一处小巷 外围 天之君已经封锁了地方 风玉一到 马上喝道 我乃风王府风月 让我进去 此刻 外围的天之君脸色不善 并不让路 内围 有强者淡淡道 让他进来 风玉冷哼一声 大步走进小巷 等进入小巷 风玉脸色瞬间铁青 忽然看向站在一侧的几位天之君将领 咬牙道 好 很好 周母愧愧之下 你们好大的胆子 天之君的几位统领 也是微微醋眉 很快 前方的一人冷淡道 风王统领 话可不能乱说 乱说 风玉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看着面前躯体炸裂 只剩下半个头颅的奎明 怒道 奎明 几位统领都没说话 他们也感受到了 风玉环顾几人 冷冷的 奎明在皇城内被杀 此时 本统领马上会通禀殿下 诸位不许离开 等殿下来处理 金玉环 回去告知殿下 奎明被杀 这时候的锦玉环都惊呆了 奎明就这么死了 他完全没想到啊 接着心中就是欢喜 死了好啊 死了太好了 这家伙之前就一直猜测 自己是不是和复生之地有勾结 平时还敲诈自己 现在死了吧 太好了 听到风玉喊话 金玉环连忙道 如下马上回去 话落 金玉环匆匆往风王府跑去